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觀測展 我是胡婉玲 這個禮拜我們要專訪人物 你看到了 你沒有猜錯 就是其實通常你不在電視的通常 看到的蔡阿嘎 歡迎您 你好 婉玲姐好 我們民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嘎很難得 平常都是他訪問人家比較多 然後今天雖然等一會兒有什麼互動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當作是我訪問他 好 我今天當來賓 最近都在忙接什麼 每天上網就這樣 其實這十年來都是在忙著拍網路影片 每天就是起床來準備拍片 然後晚上準備上片 然後週末就跟同事們商量一下 下禮拜要拍什麼 然後檢介 然後一些案子的處理 每天這樣子工作時間有多長 就為了上網的東西你要做多久 十幾個小時要 大概十幾個小時 我們都是超時工作 沒有受勞基法保護的這個 因為辛苦經營還是有代價 所以我們說網紅 其實不是靠辛苦經營 蔡阿嘎是台灣網紅界的 我們看到標題 先驅者 但是不一定年齡最大 其實年紀還滿輕 而且其實是當紅 不是什麼早期是100年前 他其實是到目前為止 他是超過 僅存超過幾位 超過200萬訂閱人數的 你看看現在排名第三 三個頻道 破200萬 對啊 其實這很不容易 而且你是個人 其他有的都還有很多助打的 好多人在 對啊 其實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自己覺得 扛這麼大的訂閱人數 有沒有覺得說跟自己賽跑 說我只有往前進 數字要一直跳 其實本來一開始 我是衝在最前面 就是破100萬的時候 我是大概全台灣第一個 破的時候其實有點壓力 因為好像第一名 然後後面很多追兵 很多新的YouTuber 慢慢像雨後順順這樣冒出來 有點壓力 但其實好像幾年前被追過之後 反而有比較輕鬆一點 反而會比較輕鬆 被追過了 就是比較不是指標性的 就可以更大膽的 然後更開心的 拍自己想要拍的影片 其實阿嘎的樂天 樂觀 從這裡看得出 有些人會煩惱 自尋煩惱說 我不是第一名 比較快的會翻譯 可是你是覺得 這樣如釋重度 真的如釋重度 大家一起成長就對了 這也是很有意思 你會這麼樣正面 因為很多人 談到你的小說的成長背景 你過去又是出生單身家庭 單親家庭 那有些人說 Miserable的童年生活 可能會比較憂鬱一點 可是看起來你很樂觀 是你人前一個樣 還是說你真的天性正面 其實我算蠻幸運的 因為我爸爸是長子 所以他下面還有四個兄弟姐妹 我有三個姑姑跟一個叔叔 所以當爸爸在我九歲的時候 那年不在的時候 反而家裡就有 因為他們都還沒 姑姑叔都還沒結婚 然後我們又住在一起 所以我變得好像有 有好多媽媽跟又爸爸 阿公阿嬤也都在 所以他們反而會更加的疼愛我 照顧我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是很幸運這一塊 雖然是從小沒有爸爸媽媽 但有親戚朋友的照顧之下 我的成長不會太憂鬱 也不會太寂寞 你也知道你的個性 是不是比較樂天性 是比較樂觀 然後外向一點 但我覺得應該是有跟我的 這樣的家庭背景有關 因為我覺得如果 我不想讓人家覺得說 是沒有爸爸媽媽的小孩 然後就好像很可憐 想要同情我照顧我這樣 所以剛開始認識我的人都會 跟我的那種家庭的背景 會有覺得很有落差 很不像是單親小孩出來的樣子 那你這個小時候 然後國小 國中 哪次高中 這些階段的成績怎麼樣 其實中上都還不錯 我國小會拿過模範生 模範生 那有沒有什麼特殊才藝 特殊才藝其實還好 但是我會是朋友圈裡面的 算是開心果 算是康樂鼓掌那種角色 就會吆喝大家一起去玩什麼 然後會去惡作劇別的同學 還是會去模仿老師的一些動作 有趣的東西給同學看 所以算是開心過 在同學見這樣 你為什麼會選社工相關 雖然我知道你剛才我們看到你的履歷 大學跟碩士其實連接念的是有連接性 一貫性 就表示你心裡本來想念這一塊英語 但是跟你的個性有關 還是有什麼想法會想要投入關心社會 怎麼樣 其實惠田大學念社工系 其實誤打誤撞 我一開始並不曉得 社工系其實在幹嘛 真的啊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只是好像家裡的長輩說 社工系出來就當社工 有一份就是工作 就不會不需要煩惱說 你需要找什麼工作 是嗎 社工還要考證照 對是要考證照 到時候沒想到 當時還不知道 就覺得出來就是社工 可能有時候唸英文系可能出來 沒有一個就是直接連接的職業 社工系唸完出來就是當社工 其實是在求學過程中越念越有興趣 因為它就是一份很知足的一個行業 就一方面也是幫助別人 然後讓那些弱勢的朋友過得更好 一方面自己得到成就感 還可以當成職業去賺錢 所以我覺得一方面又基因德 然後又可以賴以為生的一份工作 所以就很喜歡這樣的一個社工行業 你說博中高中沒有什麼特別的長才 但是我跟你說這個紀錄 我看到一個我們很少這麼早就問到 你高中的時候就談戀愛了 算是特殊才藝吧 不是特殊才藝 因為你沒有特殊才藝 我就問這一項 應該講說你的初戀是 一直到高中才開始 對 就現在年輕人應該算晚 對啊 所以是高中才開始 高中才開始 這可以問是因為後來 可以 這個人是 現在的老婆 所以可以講 可以講 那是什麼情況之下談戀愛呢 那時候其實是學妹 對 然後我就 我那時候就 他 好害羞 超害羞的 我跟你說 蔡阿家一向都以後無人 今天很難得 我還是要拷問他 是要請你回答一下 為電視版的觀眾 第一群觀眾回答 當其實我台面上我都講說 是我當現在的老婆 就是很喜歡這個學長 然後偷偷拿情書來給我 欸 學長你好帥 然後可以跟你做個朋友嗎 交換一下檔案這樣 對外的說法啦 但實際上其實是我 請我的同學說 欸 那個學妹長得不錯 要不要去跟她認識一下這樣 真的啊 那後來誰來幫你們穿件影線 是一個同學 剛好跟他同校車的同學 對 我同學 然後就欸 你去幫我跟他說 跟他要個檔案 我們那個年代還沒有手機 就會寫一個小紙條 然後交換一下 可以跟你要檔案嗎 然後上面就會寫名字 生日電話那些 從這樣開始的 我看到夫人到現在 在棚裡面 是 看到還滿可愛的 到現在還用可愛形容 非常的 很可愛 很脫俗 不過的話說起來 我們聽到說你們 高中談戀愛 可是後來 也不是一路交往下 對 也中間有斷過 分手 因為我是學長 所以我上大學之後 因為在台北 他就在嘉義 所以就長距離 然後就分手了 那事隔了13年之後 也是已經出了社會 然後也各自交往了 幾任的男女朋友之後 然後又繞了一圈 然後剛好又單身 那其實這13年 我們都有保持聯絡 就還是朋友的關係 就是一兩年 還是會吃個飯 然後聊聊近況這樣 那是到13年之後 發現彼此單身 然後聊得 又還是那麼聊得來 然後年紀也到了 然後又 又有那種熟悉感 又有這樣 所以才決定說 那以結婚為交往前提 來繼續交往這樣 對 就是對的時間 碰到對的人 對的人 這個阿嘎 今天很難得接受訪問 已經10分鐘了 好乖 我是講 現在年輕人都是接觸網路 是 第一個接觸的 還不一定是電視 還不一定是網路 但是你開始 會逐漸走向 好像慢慢跟網路接近 然後好像就是在2008年 2008年第一次在那邊就把船PO了一個影片 對 當時就是你燒了衣服 我燒了衣服 沒錯 就是這一支 對 第一支 我第一支影片 那是一個加拿大的品牌 為什麼 當初是因為 因為我本身棒球迷 所以幫棒球 我們中華隊輸的時候 我就會非常的氣 其實私底下就會做一些很 比如說 雜壞東西 然後燒什麼東西的一些舉動 其實平常就有在做 只是那一次被我的室友拍下來 那一天我記得是中華隊輸加拿大 那我們就差一點點 然後被逆轉 被再見的安打這樣 很細 那時候又沒有錢 那時候是學生 沒有錢買真的入詞的衣服 所以就自己拿了一個睡衣 然後用紅筆寫入詞這樣 然後就把它燒掉這樣 結果引起很大的迴響 對 那你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開始就接觸說 那我繼續在網路上發表意見 或是做一些行為 就開始 有這個連結想法是什麼時候 就那一次之後嗎 那一次第一支就發現 因為那一支 本來只是PO在我的那時候的 無名小站的一個網誌上面而已 沒想到會被大家轉傳 轉傳到PTT 然後各大的論壇這樣 那時候就覺得滿好玩的 竟然這樣的東西 有人在看 所以那時候一開始就覺得很好玩 所以後續 中華隊好像又陸續輸了幾場球 所以我就陸陸續又拍了幾支這樣子 當然那時候沒有想說要當成職業 還是說要一直長時間的經營 那時候就好玩 然後有人回想 然後覺得這樣的分享 然後跟網友對話很有趣 所以才陸陸續拍了幾支這樣 拍了幾支 而且其實後來你的一些影帶 逐漸的走向 有些關心時事 關心當時的社會 對不對 比方說什麼無薪價還是什麼 還有油電雙漲的議題 房價都有 那你只是直覺你的感覺 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還是有企劃過 其實都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其實會跟著我的當時的人生的經歷 像我剛開始拍入辭的時候 是學生時候看棒球 就是我的興趣 所以就拍了 那會關心時事也是當完兵了 然後開始工作 然後發現薪水 每個月薪水就在付那些 水電 然後油 我起油都把那個油又漲 然後房子都買不起 所以都是從自己的油港而發 然後來拍這些影片 然後剛好就契合到當時 我就是同年齡的一些朋友們 有同樣的感受 所以大家的回想才會越來越大 我們訪問的阿家 他講到網路直播出去的時候 常常當場就會聽到反應 而且其實不一定是當場 事後也一樣 因為你這東西要有流量 繼續下去 正反意見通常都會有 我們很難期望說只有一種聲音 不可能 你受得了嗎 如果人家在罵的時候 你受得了嗎 一開始撞不住 一開始因為影片上去之後 現在是直播 直接有反應 其實下面還是很多留言會一直在刷 一開始其實受不了 我覺得你看媽媽 我就開心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你不舒服 你不要來看 你怎麼來看 我要命 因為就很無聊 那時候會直接反嗆回去的 你只是嗆回去 那時候是會直接嗆 傳統上我們都是用提出告訴 控告 這不太可能 因為那麼多人 你告不了那麼多人 也沒時間 一開始沒時間 沒時間處理 其實就會一直反嗆回去 然後其實到拍到了五六年之後 其實就習慣了 你就會習慣說 影片在網路上 就是會有正反的聲音 那我們就是去吸收好的 然後不好的意見 我們還是會聽 但是我們可以分辨得出 你是不是真的為了罵而罵 為了攻擊而攻擊 其實我們都可以釋懷 就不會去理那些留言 那有沒有到 嚴重到 你真的覺得真的是自己有點疏忽 所以道歉 正式道歉 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當然還是有 其實我們一直很重視我們影片裡面 會不會教壞小朋友 還是有不良示範出現 其實陸陸續續都有發生過幾次 比如說最嚴重應該是2010年吧 對 那時候我因為模仿了 一個原住民的一個角色 然後說錯了一個主語解釋 解釋錯了 所以有造成一些原住民朋友的一些反彈 對 然後那個事情也上了新聞 然後我記得影片也被放在 立委質詢的時候 被拿出來質詢過當時的行政院長 真的啊 對 當時有兩天的新聞 所以其實也是洞見觀戰 你當時的影響性也很大 當時是因為幫 我記得是幫海基會 拍了一個宣傳影片 因為是政府的一個單位 下面的單位 所以就被立委拿出來質詢了 對啊 哇 真是 對 這個你再走在網路上 當然很多東西是不能勉強 就是隨著這個情勢 我發現從你剛才把這個業餘的 後來逐漸的就也接業配 那也以此為業 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是拍到第五年 我現在拍第十二年了 我大概拍第五年的時候 第五年是2011年 對 2011年的時候 就我退伍 然後再上了兩年班之後 發現說網路這塊市場是可以經營的 就是它 大家用手機的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廠商好像願意越來越投更多的 業配資源在網路這一塊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那我就跳出來 然後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專門經營網路這一塊 生意不錯吧 還不錯 還不錯 能賺錢吧 有啦 還能結婚生小孩 應該 我所知道應該是 月盡百萬吧 百萬嗎 還好 我有誠實納稅 你剛才講你退伍之後 還真正去認真上班過 對 那這兩年做什麼 這兩年其實就是在做 社會福利相關的政策研究 跟我的這個 螢幕前面的個性差很多 那兩年就是一直在辦公室裡面 很像在圖書館裡面 做一些研究資料的 對發文券 然後研究分析 政策建議 對做這種工作 那其實我原本如果沒有當 YouTuber的話 可能就是一直從事 社會福利政策研究這一塊 那時候我唸完碩士之後 其實有想在攻讀博士 就是那段期間 對 就是那段期間 因為整理很大量資料是有用的 對 也是培養自己的一些 學術的一些經歷 然後覺得好像可以試看看 博士這一塊 剛好是無性插流 剛好網路這一塊 市場蓬勃發展 就轉業了 對 就轉向了 所以其實阿嘎也有內心 還有他做事很嚴肅的一面 所以你會看到 輕鬆的手法 其實他裡面有一些很嚴肅的議題存在 對 但是我也發現你有一陣子 很喜歡教大家講台語 對 講台語 你台語真的講得不錯 真的不錯 因為小時候就是家語大聲 講阿嬤 大家親家都講台語 不過現在很多長大小孩 不會這麼說台語 真的 這時候都不會這樣 對啊 可能跟環境有關 事大不跟他講 就不會什麼可以講 對 你當時是網路想要用台語來標台語 你是想要帶動什麼想法或是什麼 這段要用台語嗎 當然 不要看人家都告訴你不錯 我跟你說說出錯 出台語出錯 我看台語新聞 這樣 阿公的我都說 喔 要看這個福安寧的 他說來比較好 不會 你是什麼想法 這樣有這種 真的 其實那個契機是 這就是之前我剛剛提過的 原住民講錯話這一塊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不懂原住民的話 的主語講錯了 所以被攻擊 然後那時候會想說 那我最厲害的就是台語 那我來教大家講台語 就不會錯了吧 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那誰被你教過 誰被我教過 那時候還邀請了很多明星 什麼大仁哥 陳柏林 陳妍希 現在瑤瑤 郭富城 說不定 很多大明星 所以統統來跟你上課 都上課 上過課 你邀訪了這麼多人 有沒有什麼人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應該是第一次邀到的明星 因為之前都是我們自己拍 或者是邀請到其他網路上的創作者來拍而已 第一次邀請到就是陳柏林 大仁哥 那時候他剛好演的那個偶像劇很紅 然後能夠邀請到他 自己也覺得很緊張很訝異 我竟然願意來上我這種 YouTuber的這種小節目這樣 那時候是最緊張的 然後也是第一次看到大明星在我眼前這樣 喔 第一次 有沒有人形象 在印象當中就 來了現實眼前 跟感覺過往在大陰幕看到的不太一樣 爆料就對了 爆料 爆料一下啦 就私底下差很多那種 差很多有沒有 印象最深 落差最大的郭富城 我覺得是郭富城 對 因為在螢幕上就帥帥酷酷的這樣 私底下非常親切 然後非常熱情 他第一次跟我們第一次見面 然後看到我就 你好你好 阿咖你好 就有一點廣東腔 你好你好 那你今天寒了嗎 寒了嗎 那什麼意思 我們說這我寒了嗎 是不是 因為他宣傳他的電影那時候是寒讚 他說你今天寒了嗎 寒了嗎 我嚇我也跳 那你還聽得懂也不容易 對 最後私底下 我當明星的巨星 他算是巨星了 對 私底下還是那麼沒有價值 然後其實他不太認識我 他還是願意跟我在那邊搞笑 然後演一些橋段 那時候覺得很震驚 現在當紅的館長 前一陣子我們也專訪過他 館長其實他的網路訂閱流量 好像還沒有你高 我看你們兩個對手過 有 差點走不出他的道館 然後你沒跟他比拳 真的 還好沒有跟他下挑戰書 你跟他比什麼 我那時候去跟他踢館 那想說自不量力 想說館長看起來這麼厲害 然後就健身 到底被他打個兩下會是怎麼樣 所以我想說可以跟他踢館一下 然後去的時候館長就先看我 就說你先跟我的土地過個兩招再說吧 所以我就先跟他的土地先練了一下之後 才正式跟館長來 然後當天其實館長 其實我覺得他大概出了十分之一的力量 在跟我玩而已 真的 都已經快受不了了 他應該跟你比劃是談話吧 你們應該比劃就是 你靠嘴巴 你覺得那天分出勝負嗎 我覺得館長的嘴巴 應該現在是比我厲害 應該是比我厲害 你們都有一個特點 都算我們電視上不會出現 我現在跟你講電視真的跟網路差很多 電視早期的電視節目製作 還要先送審 以前頻道不多 節目出來還要送新聞局去審查 所以通通要過濾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電視都是進化的 到現在都還有廣電法在 不能夠有一些 心三色 或者筆俗 或者太過通俗的用語 太過通俗用語你就知道 就是你隨口口頭禪的 這個館長也滿常有的 但好像你也常會出來 對 但我有收斂了許多 其實收斂了許多 跟我早期的影片 我早期幾乎是每一隻都幹狗的 就三字經一直狂媽 就是我私底下怎麼樣的人 我就會很忠實呈現在影片上面 你現在是懂得收斂 還是你個性變了 其實跟個性變的有關 因為那時候剛出出茅座 二十幾歲的小孩 到現在其實也三十幾歲了 成家立業了也比較穩重一點 知道什麼時候該說不該說 這些三字經的話 什麼時候拿出來用一下就好 不要每一集都在用 其實因為我影片很多元 像我在教台語的時候 也不會一直狡猾 還是我拍一些 在介紹台灣美食旅遊的影片 一直拿出來用也不對 所以是適當的時機 我們在批評一些時事 或者是批評一些東西的時候 才會適時拿出來用一下 我看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現在政治人物都很喜歡跟蔡阿嘎 比方來也不叫提管 就跟來跟你合作一下 上上你的節目 打打網路廣告 然後能夠增加一些流量 接觸跟年輕一代 那你對政治人物的訪問 你又怎麼樣的準備 其實對來賓的功課 事前一定會做好 對 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他們在網友裡面 心中的分量 或者是評價怎麼樣 其實我們回去評估一下 網友是大部分是討厭他的 還是喜歡他的 這個是我們訪談前 要去注意的東西 但是你應該來者不拒吧 通常是來者不拒 對 但我會希望說 既然你願意來網路這一塊了 就把你的包袱拿下來 就不是你們包裝的那個樣子 希望是很赤裸裸的 然後來跟蔡阿嘎進行一場對談 或者是進行一些小遊戲 讓網友們看到不一樣的一面 這樣會比較對這個來賓是加分的 所以你出發點還是覺得 政治人物來上演節目 你覺得還是加分比較好 對 通常要幫他加個分數 那你還滿善良的 對 你沒有上過節目之後被你罵的 其實我們網路節目是 我是比較沒有立場 就希望你來 然後呈現你不一樣的那一面 讓網友去看 然後網友自以心中最有評價 就覺得我喜歡你這個樣子 還是不喜歡 還是覺得你在裝什麼的 就讓網友去打分數就好 所以來的來賓是藍的 是綠的 是黃的 是紅的 都無所謂 無所謂 來者不拒 其實我們也是網路就是以自媒體 就像新聞媒體這樣 我們也不會去限制我們的來賓 對啊 那 不過在政治議題上 我們現在轉到說不是人物 是議題上 你有沒有傾向或者立場或想法 通常 其實我的 我一開始出道的給人家印象 就是愛台灣的那個印象 因為說台語嘛 然後又對於可能對於我們對岸 比較有一些 比較對抗的一些言論出來 所以我的立場 大家會覺得我是比較愛台灣那一塊 本土派 本土派 Loco派 對 會有這個既定印象出來 但其實 那就是我自己的個性 我沒有刻意去塑造說 我要做代表 也沒有去塑造 就是我呈現出來的樣子 就是那個樣子 阿哥 我還要講 剛才談過你高中時期談戀愛 可是你真的到了要成家立業的時候 以結婚為前提來跟女朋友交往 聽說你現在已經不流行這樣 那個 聽說你結婚的時候 擺了上百桌 現在很慘 現在人在請人家 我三四十桌就真的不錯了 你請到百多桌 真的這事情 百多桌是沒有 我是請幾個百人是有 這樣啊 我的百多桌 我們是辦 因為我跟我老婆是高中認識 所以我們就想說回去高中的禮堂辦 滿有意義的 我們就禮堂裡面辦了50桌請親朋好友這樣 外面有廣場有操場 然後想說也跟我們的 支持我很多的 這麼多年來的網友 然後粉絲分享 所以我就辦了一場原油會 讓大家免費進來玩遊戲 然後吃東西這樣 然後我們也準備了表演 然後就出去外面跟那些粉絲同樂這樣 講到這裡 現在您也有小孩了 是 心境上跟幾年前又有沒有變化 變化很大 對 其實像這種一份工作從事的十年 其實有時候會有點直接倦怠 對 就有點累不太想拍 但這個行業是你不繼續拍又不行 一定要繼續拍下去 那有小孩之後 好像又多了很大的動力 可以讓我繼續往前進 真的 小孩現在幾個 現在一個 一個 幾歲了 其實十一個月而已 十一個月還小 家裡有沒有毛小孩 家裡沒有 我聽他說現在台灣的這個毛小孩的數量 跟我們養的真正的小孩數量 其實一樣 而且在帶小孩的那個 很多人是用那個遛貓又狗的那種袋子 在遛小孩 其實同樣都買的都從一種造型 不過話說起來 因為現代人都不太生小孩 所以其實對這個 你對下一代你認為應該幾個好 我自己覺得 我本來因為我是獨生子 然後通常我會覺得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從小也沒有覺得很孤獨 還是什麼的 但其實回想 因為我是生長在大家庭 所以有很多親戚長輩們的照顧 如果像現在我的小朋友 就是我老婆跟他 好像一個人真的會 他會很寂寞 太少了 他又沒有兄弟姊妹 對 然後又沒有親戚長輩在身邊這樣 所以我覺得兩個好像不錯 兩個恰恰好這樣 那你現在每天那麼忙 有花多少時間可以陪妻子 陪小孩 但還好的是因為我的工作比較彈性 然後因為其實我也把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變成是一個工作了 就是我記錄了 因為你常常拍在你生活上的事情 對 生活的事情 跟夫妻時間的相處 然後小朋友的成長 其實也都在記錄 然後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其實陪伴小朋友的時間 時間很長 應該很長 對 會比一般可能上班的爸爸還要長 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在家裡是抱小孩餵奶的 都有都有都有 都有 都會 對啊 餵奶 洗澡 陪他玩 其實都會 不過我們今天節目 其實還滿順利的 而且阿嘎平常都被 都訪問別人的 我覺得滿乖的 在接受訪問 那麼我在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30年了 那您的節目是網路上首播出去 那當然後面還會在不同的媒體 再出現 出現縱效 那我們很好奇說 你都選什麼樣的議題 來跟社會接觸呢 我的議題算是很廣泛的 因為現在很多創作者 可能會專注在某一塊 比如說有的會專注在 吃大胃王 吃美食 有的專注在可能教英文 有的專注在時事 對上我的話 綜合型什麼都有 所以我覺得 能夠堅持這麼久 然後能走了那麼久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議題很廣泛 你要跟我說 要談美食我也可以 旅遊我也可以 說台語我也可以 你要講政治 講知識 我也可以 最近有人提到就是說 把你稱為是酸民代言人 可以這樣講嗎 可以 多酸 因為其實像我一開始出道 就是從幹搞的東西出來 其實我就是酸民代表 所以現在我也有一個新的節目 是要收集網路的酸民 然後來詢問來賓們 像我之前就訪問 我們的郭台銘董事長 就來問他 因為我們不知道 那些檯面上的名人 私底下會不會去看 那些網路酸民 那你沒看沒關係 我來幫你收集 然後現場來問你看 你的反應怎麼樣 那你之後對他的印象 有沒有改變 對他的印象嗎 其實算有啦 其實我因為 其實能看到他的 私底下的樣子的話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 見面兩分情 對 說真的是這樣 對 見面兩分情 隨著年齡你也說人性會改 比方說早期你 你一樣是跟年輕人一樣 就是無殼刮牛 大家都買不起房子 酸得要死 現在你其實在事業上 已經起步了 有頭有臉有性 大家都叫得住你來 那你現在成家也畢業 你也公佈了你這個在台北 有一個接近淡黃區 還是在淡白區的 淡白區的 你的這個房子 滿清雅的 感覺滿清雅的 你現在是晉升有屋宅階級 對 那你在這個房屋正式上面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想法或改變 其實 會想買房子 其實真的是因為有小朋友 對 那你就會想要留一點東西 給小朋友 我覺得心理這樣轉換 會是因為有家庭有小孩之後 不然我以前會覺得說 我就一個人這樣租個房子 也可以 對 樓梯卡不要緊 一人保全家保 現在不行了 不只要全家保 而且還要為了小朋友 可能下一代的著想 留一點什麼東西給他 所以也更努力的賺錢 然後買了資產 然後想要為小朋友留一點東西 我記得呂副總統有講過說 年輕人不要太早買房子 因為會被綁住 當然網路的生活是無遠佛界 反正哪裡都可以上網 對 那又不一樣了 那你現在主張 年輕人也應該買房子 還是說結婚的時候 是買房子的好時候 我是覺得量力而為 因為房子 你說中南部的價差很大 你不一定要在台北才要自產 其實有時候我們比 那時候在看房的時候 看完台北的房價 再回去我們嘉義看 怎麼差這麼多 如果我可以在嘉義自產的話 其實會輕鬆很多 所以如果年輕人沒有一直執著 一定要住在台北淡黃區的話 其實往中南部發展也不錯 其實阿嘎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是給我一個很大學習機會 也給我們同仁 大家都很想知道 網紅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然後因為現在大概有一半的人口 可能虛向年輕人 他第一個接觸的媒體 其實是網路上 也不定是從電視 所以其實網紅世界裡面的 你就是網紅中的網紅 網紅王 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所以今天被我一直挖一直跑 一直挖一直跑 那我們當然就聽到您私生活 愚公愚私的生活 那你覺得網紅這工作 你就因為順著這個情勢走下去 繼續走下去 當然是希望網路 如果能發展得越久 我們就會在網路上經營越久 對啊 你好像還算保守 因為我們上次訪問館長的時候 館長說他也因為做網路以外 他也開了健身房 健身房開了他連健身衣服也做 品牌鞋子 衣服什麼各種 他說他手上十來個牌子 是 那你好像沒有做什麼附加產品產業 因為我跟館長好像反過來 因為他起家是先從健身房開始 然後才從事網紅 那我是因為先做了網紅 然後才會開始發展副業 對啊 那你的副業是什麼 但其實我們的副業 說真的沒有 真的啊 說真的沒有 因為我一直很認真經營在網路這一塊 其實我想過要不要去開個飲料店 現在不是很多名人會開一個燒烤店 開一個飲料店 或者是發展衣服的副牌什麼的 但我其實沒有經歷去做這些事情 就每天想著要拍什麼 要拍什麼 所以專注 其實專注也是一種專注人才 對啊 就不要想退路 就我們就百分之百的力氣投入 網路這一塊沒有去想退路 好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人生哲學 你覺得做網紅要做一天網紅像網紅 那你要用什麼態度去經營這個你自己的專注事業 我走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都是在為不紅做打算 但是我一直在為更紅做努力 我每天我只想要怎麼樣自己維持這個網路的熱度 然後更紅 那其實我一直在有為不紅做打算 那會不會受一些議題會不會受 就是為了隨波逐流 為了吸引人而創造一些議題 結果就跟你早期的那種維護社會正義 或想彰顯一些議題會不會出現落差 其實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的網路生態很奇怪 就是你必須要拍很多很多片 就是網路的平台才會把那個維持在那個熱度 因為你可能以前可能一個禮拜拍一支就夠了 現在沒有 現在我一個禮拜大概會拍個五六支片 在網路上做分享這樣 對 所以我的議題會變得說比較多元 就我以前的那一些社會正義倡議 然後知識這一塊有在做 但我其他會拍一些比較多生活的 分享類型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也是會維持到這個熱度在 不會說去割捨掉我以前的那一塊 好 那我反過來 我再反一個方向來問 請問在你眼中的電視節目是什麼樣子 你怎麼看它 其實說真的 我們做網路這一塊的啟蒙就是電視 對 說真的我們也是 比如說你說我們網路拍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以前電視節目 或者是新聞媒體的一個轉換形式而已 對 其實那都是啟蒙 就是一開始模仿的一個對象 對 就是大前輩 也不能說做網路就割捨掉電視傳統媒體 這不可能的 對 那你不工作要聽得好辛苦 因為你現在年輕 我沒聽到你保養的那一面 你平常做什麼運動呢 運動真的就是帶小孩吧 帶小孩是很大的運動 因為小朋友開始會走會跳之後 所以他跑跟大家去玩 那是最大的運動 對我而言 現在 OK 好 我訪問下來我覺得 阿嘎是一個非常宅心仁厚 很愛心的年輕人 奮鬥努力 很努力 很打拚 其實也滿善心在看待這世界 雖然有些時候算一下這世界 算一下 忠實呈現 非常好的年輕人 真的不可多得 難怪你會當網紅 你會紅起來 每個人紅起來都有他的道理 我們要探覺一下 阿嘎成功之道 好 非常謝謝你今天機會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姐 謝謝 我們下週同一節再會 任務我們下初 ,謝謝你 來二毛 再見 我們下週三